介绍一下就是你用Google的 好浏览器到底他有在支援哪些东西 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有没有 有一个 从剪天副直接贴进来的 图片啊 对不对 文字当然是没问题吧 这是一定的 那有没有用附件的方式加进来 所以刚刚有一个老师 我发现 用IE 不好意思进来他都没有 就不支援 那另外呢 如果你 用这样也可以 像我买300块 我就打看看 当然你跟Sky在讲大概没有说便宜多少 假设你打台湾的话 你要打 国外的才会比较划算 打国外的你看打市话 就 还可以啦 那么另外他有的是桌面通知 有桌面通知 就是说 您进来的时候事实上你回去你如果把你的Google的装夹或者 打开知情 他就问你说 有新邮件来的时候要不要显示一个通知给你看 因为有时候毕竟是浏览器你不见得都一直把它开在那里 有新邮件你就不知道啊 对不对 所以他有一个叫桌面通知这样的东西 那么另外呢 事实上这里 还有像Google加这个我想就暂时不用 因为他也可以做一些视频 但是这样会变得太复杂 但是我来补充一个就是 您刚有没有看到就是 我们在这边不是有很多的这个标签吗 那么 这个标签 如果一多之后 有时候你要找 可能不是很好找 所以你可以透过什么 颜色 你能不能可以设不同的颜色 我可以让他设不同颜色 让他这个标签看起来比较清楚一点 比较清楚一点那你就会 比较容易那么 像这个 像我这边是都有设 都有设所以我自己再看您看这里 我现在设的这一个 这里有 这个打开 我这个是Mail2000的 Mail2000应该是在这里 我颜色把它换一下 有没有发现这样就变绿色我就看得很清楚 对不对 因为内镜的颜色不见得你OK啊 所以你可以透过颜色的方式让 这个看起来更清楚一点 这样可能您在找资料就相对会变得比较简单 这个是 我们在 这里呢跟大家再稍微补充一下就是 您在Gmail的 邮件使用上 可能还有像这些东西您可以占用一下 大楼 优优独播放